7月1号下午龙卷风侵袭屏东临边南州地区 造成了四人受到轻伤 七千多户停电 多栋房屋受损 民农县长派门安连夜前往了解 同事也要求乡公所赶紧查报统计灾情 派门安说 两个乡长特别请他们 我也在现场请他们 能够赶快在今天早上 全面在盘整这个龙卷风路径 所带来的所有的从农业的损失 物品 器具 住家或是车辆 或是相关的一些受损的提一个诉报表 派门安表示 县府会尽快的对外公布救助办法 救助也会从宽从塑 会诊表今天下午会送到县府 县府会立刻的审核